好来看到花莲县政府农业处之前获得首届台湾生物多样性奖 非盈利事业组的典范奖 是全国唯一获奖的县市政府 那么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表示 保育推广活动等面向以及促进生物多样性的工作 努力实施创新作法让永续成为花莲的日常 由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主办 首届2023台湾生物多样性奖 花莲县政府荣获非盈利事业组典范奖 政府农业处感谢各单位协力合作 进行兵维物种以及重要棲地生态的保护 让兵维物种台湾胡福保育行动获得正面的鼓励 未来也将努力实施创新作法 让永续成为花莲的日常 那在胡福保育的部分 那胡福是我们台湾本岛 花莲是唯一仅有族群的一个地方 那在花莲县政府这边 我们除了进行像是生态的维护之外 那我们也制作了胡福的保育指南 教导所有的工部门私部门 如何来维护我们的环境 包括树木修剪的一个指南 那期间我们也跟所有的单位有开过会议 跟他们了解说 他们在胡福保育的工作上 有什么样需要现在我们一起来协力支持的 那这个工作我们会再持续进行 农业处保龄科也指出以胡福保育为例 栖息于花莲县的台湾胡福 是本岛唯一的稳定族群 保育地位置为关键 而且栖息的环境与人类范围高度的重叠 我们是目前是先做这个胡福族群的一个调查 就是建议这所谓的基础资料 那未来的话能够提供给协助单位 来做深入一个调查 那针对胡福的话 因为这个这个族群是非常特殊的 这也是在台湾断岛地区 可能就是在东部或者花莲 就唯一有的多种的一个面向 来充施这个胡福的基地保育 比如说像推动有机农业 或者是这个生物多样性 以及友善农地 尽量就是鼓励这个我们的农民朋友 以这个在农业操作部 适用农药或者肥料 让我们的七地能够保持一个非常 对胡福一个非常一个友善的环境 让胡福能够在这个七地上面 能够一个安心的一个成长 花莲县政府为守护兵围的台湾胡福 采取多项的保育措施 并积极与七地地点管理单位沟通协调 提供真能陪例课程 让各方利益关系人能够了解并重视保育 同时透过解说导览 带领民众实地地观察台湾胡福的生态 成为野生动物保育的重要范例 记者凌结花莲县市裁判报道